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日方如此紧张 冷静门主角斯诺登去向依旧是扑朽迷离 律师澄清其获准入额的传闻 斯诺登为何会放弃向别国寻求避难 执意留在俄罗斯 时事评论员钱彤郑佑平会为您带来深入解析 民进党今天举行第二场华山会议 讨论如何处理九二共识 各地邀请了前台安全会议秘书长苏启玉慧 如何来看待民进党的这一举动 外界分析会议为民共关系正常化铺路 那么实际的效果又如何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会为您带来独家观察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防卫向小野四五点二十四号 在路尔岛县陆屋市视察时 向记者表示 中国军方的一架预警机 当天飞经冲绳主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宫海上空 报道指出该空域并非是日本领空 但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实施紧急升空加以应对 我们一起来关注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二十四号 在路尔岛县视察时表示 中国军方的一架外八警戒机 当天往返 虽经冲绳主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宫海上空 小野四五点表示 此前中国舰船曾通过该海域 军机飞过上属首次 他认为这是中国海洋活动会日益活跃的一个方向 表达了将强化警戒监视态势的想法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5号就中国军方外发警戒机 飞经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宫海上空仪式 向媒体表示 这是前所未有的特异行动 将关注今后的事态发展 运巴预警机是以运巴运输机为基础上改装而成的 改装的措施主要包括 安装相控阵预警雷达 换装发动机安装新型压压系统 经过改装后新生成的这个运巴预警机呢 他具备一定的战场数据电生成能力 能够对其他的战机以及战舰形成一种战场的管理 也就是具备一定的预警能力 同时他也可以承担电子侦察的任务 对水面舰艇 特别是对水下舰艇进行侦测 除了预警机之外呢 现今我海军航空兵拥有的主要机型 还有包括这些舰机轰炸机啊 包括这个尖峰7苏30啊 也有尖机机主要是尖8尖7 还有运输机包括运7运8啊 最后还有舰载机 就是大家熟悉的尖15等等 据日本媒体报道 发现中国预警机后 日本防卫省将其视为罕见事态加以警戒 航空自卫队的F15战机还紧急升空应对 对于中国军机从日本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上空 飞越了所谓第一岛链 中国国防部24号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飞机近日赴西太平洋进行训练 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安排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中方在相关海域拥有飞越自由等合法权利 岛链这个概念既有地理上的含义 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意义 应该说是一种地缘政治学上的概念 岛链它这个概念脱胎于冷战的语境下 造势于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岛链战略 当时的用途是用于围堵亚洲大陆 对亚洲大陆各国特别是中国形成威慑之势 从而遏制中国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第一岛链在地理学上是包括日本群岛 琉球群岛中阶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这些岛链 随着这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第一岛链逐步成为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体制下 围堵中国的一种战略谋划 就是说希望通过强化这些概念阻止中国走向大洋 走向深南 而在现今的状况下 第一岛链又成为日本政府 特别是日本右翼炒作中国威胁论一个噱头 仿佛第一岛链外的这个海域是日本自己家的后花园 别人休想踏入一步 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的海军编队 我们的飞机不断突破第一岛链 一方面是为了远洋的演习训练不断积累经验 另一方面也是告诉某些国家 我们以后经常会突破第一岛链 你要习惯 也许有一天随着中国海军的实力不断增强 经常性的突破第一岛链 这个概念第一岛链这个概念 也会慢慢淡化直到消失 同样在24号日本媒体还报道 当天上午 中国新进成立的海警局四艘海警船 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巡航 位于冲绳县纳坝 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称 四艘船只分别为 中国海警2101 海警2166 海警2350 海警2506 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50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50分左右 相继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 独卖新闻称 这是中国海警局22号正式挂牌后 海警巡逻船首次进入该海域 好 各位就以上的话题 我们要带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时事评论员 钱童 钱先生 昨天日本媒体大肆炒作了中国军机飞越冲绳公海上空 突破所谓第一岛链一事 那么今天国防部表示 中国军机赴西泰海域 这并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曾经有过多次赴西泰海域的训练 您是如何来看待中方这样的动作的 首先我们看这次预警飞机飞过的地点 它有的是叫宫古水道 有的叫冲绳宫古水道 但是我个人认为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是叫宫古冲绳的公海水道 这是完全的一个公海的这么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做这件事 不管是从国际法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 应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我们再从海军的一般性任务里面 可以做一个解析 海军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保证重要航海通道的这种通畅性 以及我们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 在海洋通道保护方面展示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 中国海军现在已经不再是蓝水和绿水海军 而逐渐的在向蓝水海军 就是深海方向在发展 所以一些例行的这些训练 这是毫无可指责的 这一点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回应方面 已经做了一个很明确的答复 过去应该说只是一个水面的 那么现在一定要是二维的 是要海空一体的 这样的训练 我想今后我们还会做 那么中国预警机飞行冲绳上空 日本战机紧急升空监视 安倍称 中国军机飞行冲绳公古水道系特异行动 日方也是通过了外务省 向中国外交部转达了关切之意 我们知道这个空域并非是日本的领空 为什么日本方面这么的紧张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解析 从它的紧张程度来讲 就是确实这次应该说我们预警机升空 在日本方面来看 展示了中国海军的一种能力 那么这种能力 特别是从海和空两个层面 都已经突破了所谓的第一岛链 这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紧张的地方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显然他们是在小提大作 刚才已经比较明确的讲到了 这是国际的海域 这是国际的这种空域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在国外的一些媒体报道 像我今天看到的路透社的一条消息里面 就讲的很明确 就是日本仓促升空战机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国际的空域 所以没有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 能够对中国有所指摘 是从任何的国际法的角度 是站不住脚的 他们的所谓关切 我觉得实际上应该是不值一提的 好的 22号中国新社的海警局成立 对此日媒大肆炒作报道 日本政府却是反应平淡 钱先生您是如何来看待 日本民间和政府不同的态度的 海警局对于我方维护海洋权益 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在海洋上面做的任何的事情 他们可能都会出来大肆的来炒作一番 来去达到影响日本民众 来去扰乱一些视听 混淆一些视听 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倒是 其实在涉及海洋权益的问题上 日本政府和他的媒体 是有一个呼应的关系的 在有些情况下 在有些问题上 日本政府不好出面的时候 就透过媒体 经常以比如说 消息人士称如何如何 这种方式来去散布一些消息 从而不仅影响到日本的舆论 也一定程度上企图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舆论 咱们谈第二个问题 从海警局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决策 大家都知道 过去我们有所谓九龙治海的说法 比如说我们有农业部管渔政 海洋局管海监 然后过去我们其实还有海洋的这种边防力量 那么这次实际上把海上维权的各方面的力量都统一整合起来 我们今后的维权力度应该说是更大 制度更严谨 手段更多样 而且更符合国际上的惯例 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海洋警卫队 日本自己也有所谓的海上保安厅 韩国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滨海国家 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都有这样一支海上执法力量 这次海警局成立 实际上从更多的过去的行政执法 向行政执法和警务执法相结合这么一个方向努力 对于我们今后更好的维护海洋权益 是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决策 好的 那么从去年九月份开始 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就有了多次的第一次 比如第一次海间船进入钓鱼岛三海里之内的海域 飞机第一次进入钓鱼岛上空 海军军舰与钓鱼岛擦身而过 第一次在钓鱼岛海域驱赶日本右翼船只 并且高调执法等等 钱先生您觉得我方这一系列的第一次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中国的官方通过不同的渠道 实际上反复的伸说过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固有领土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从去年应该是九月份 钓鱼岛整个事件升温以来 我觉得我们加大了维权维法的这种力度 加大了海洋执法的这种频次 这种东西今后会更多的有常态化的这种表现 至于说刚才提到了很多的第一次 实际上是与日本违背中日双方达成共识 刻意单方采取这个构岛行为之后 他先调我们才硬 在这个方面是做的有理有理有节的 随着钓鱼岛事件的这种逐渐的这种演变 我觉得还会有更多的第一次 那么我们在执法行动上也会采取更多的途径 更多的手段 那么我相信今后在钓鱼岛维权的这个斗争上面 只要你敢挑 我们就会有相应的回应 好的谢谢钱先生在北京演播室给我们带来的点评 我们再来关注棱镜门事件的最新进展 棱镜门揭秘者斯诺登滞留莫斯科 谢烈梅杰沃机场已经是有一个多月了 它的去向依旧是扑朔迷离 24号俄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俄联邦移民局给斯诺登发放了特别通行证 这就意味着斯诺登就可以离开莫斯科 谢烈梅杰沃机场中转区 但是随后呢 斯诺登的律师否认他收到这份通行证 称斯诺登仍然无法离开机场 媒体称斯诺登已经从莫斯科机场的中转区酒店退房了 自6月23号起 斯诺登已经在莫斯科机场滞留了一个多月了 据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移民局24号已经将特别通行证 交与斯诺登的律师库切列纳 然而稍晚 库切列纳在与斯诺登会面后向媒体表示 截至今天斯诺登尚未拿到相关文件 所谓允许斯诺登入境的证明 并不是指俄罗斯移民局批准其临时政治庇护的文件 他仍然无法离开机场 事实上 有关临时庇护的文件审批将长达三个月 斯诺登是在本月16号正式向俄罗斯提出临时政治避难申请的 据了解波利维亚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三国目前已经明确表示 他们愿意为斯诺登提供避难 然而这些国家当中却没有任何一个拥有可以从莫兹科 卸列美姐沃机场直达的商业航线 据悉斯诺登在俄罗斯申请临时庇护 正是为了等待一个他认为安全的时机 以便他可以顺利抵达上述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 不过庇切列纳透露 如果俄罗斯允许斯诺登进行临时政治避难 斯诺登可能申请成为俄罗斯公民 并且对在俄罗斯找工作也很有兴趣 庇切列纳称 斯诺登的命运牵动着许多俄罗斯人的心 他说我接到了许多电话 他们表示愿意向斯诺登提供帮助 女性主要是提供住房 甚至与斯诺登结婚 男性都是提供经济援助 美国也一直没有放弃引渡斯诺登 并不断地给俄罗斯施压 俄塔社24号称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尼 2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美俄关系中存在移交美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的足够先例 但是俄罗斯一名外交人士随即对这一说法表示 感到惊讶 称白宫发言人卡尼提到的情况根本不存在 好的各位针对以上的话题 我们要带您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首先来请出的是我们的铸台新闻观察员 叶清凌 清凌你好 时间交给你 韩志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清凌 今天我们在台北演博士邀请到的是台北大学 郑又平教授 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今天的议题 教授你好 清凌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关注这个斯诺登的话题 你觉得斯诺登为什么到目前还没有获得俄罗斯相关部门给他这个通行证 还是说他的律师在放一个烟雾弹 这个情况应该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程序的问题 换言之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方面基本上还是在做政治上的一个考量 究竟在什么时间点给他一个这个通行证 或者说更精准的未来在什么时间点要给他政治上的庇护 以及长久的居留证 所以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程序的问题 不管律师或者是媒体怎么说怎么揣测 他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做政治角力的这个后台 在做很多很多的这个较劲 美国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放弃过对俄罗斯去施压力 那么不仅是这样子 我相信美国跟俄罗斯之间一定在台面下谈了很多的各种条件 是否可以交换 但是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显然还没有确认 只要没有最后的水落石出的话 我想这个国际上的政治角力呢 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美国总统发言人这个杰伊卡 你表示说美俄关系中存在移交美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的足够的先例 但是俄罗斯方面的有一些这个外交人员说 华盛顿在斯诺登案件上将引渡概念和违反美国法律的外国人被驱逐的常规做了混淆 听起来有点拗口 那美俄之间为何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怎么解释 很简单嘛 俄罗斯现在不愿意把斯诺登交还给美国 所以呢双方就在这个法律名词上去交战 那么打迷糊仗 这个基本的底线是美俄之间是没有签任何的这个引渡协议 正式的引渡协议的 所以老美自己心里很心知肚明啊 他要按照正式的法律的这条文走的话呢 他其实是要不回斯诺登的 所以他只能讲说过去有些先例 但这些先例很多呢 是政治上的一种交换行为 那么双方各自抓到了一些俄国间谍或者是美国间谍 我交换会 这是交换而已 所以其实美俄罗斯讲得很清楚嘛 过去几年里面俄罗斯多次的跟美国要求 引渡一些有重大犯罪的这些行为犯行的人呢 美国也拒绝了 美国并没有配合俄罗斯啊 但俄罗斯心里知道说 在这个事情上 他根本本身就绝对是一个政治问题 没有什么好谈到法律上的 什么国际法学上的这个争议 其实讲穿了就两个国家各怀鬼胎 那么现在只是还没有撕破脸 那样我们看到刚才教授也提到 现在斯诺登是更加愿意留在俄罗斯啊 那么俄罗斯的律师也说 这个斯诺登不打算去向其他国家寻求这个政治的庇护了 他希望成为俄罗斯的公民 那么在俄罗斯定居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我们觉得这个斯诺登此前表示 是愿意前往这个其他的一些愿意给他提供 政治避国这些国家 那现在整个似乎有了一些转变 除了安全上的考量 你觉得他还有什么样的考量 除了这个安全的考量之外 斯诺登现在的盘算 我相信他跟俄罗斯之间已经谈好了这个相当的这个共识或者是默契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我们去注意一点 普丁有说过说你要待在俄国的话呢 你要停止伤害美国 也就是说你别再公布任何这个机密的这个资讯了 那为什么普丁会讲这个话呢 那我知道就好了 很多人觉得很有意思 对你看清明很有概念 立刻讲到重点 其实普丁的说法就是说 你只要让俄罗斯知道老美在干什么坏事 你也不必去公开了 所以现在俄罗斯就是有一个王牌了 这个人在我手上 可是呢你美国不知道这个人手上 掌握了你多少的资讯在里头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媒体 也很有意思说援引这个官方的消息人士说 其实啊斯诺顿所掌握的机密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对美国也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所以美国媒体明显是代表官方在放这种话 那美国在放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这不就刚刚印证了 我们刚巧印证了我们俩刚刚才谈的吗 此地无音三百两啊 美国人现在是走夜路吹口哨 自己要安慰自己 一方面也是要讲给世界各国听说 放心了 他没拿到什么机密的资讯 其实这恰好说明了美国有多么担心 因为这种事情照道理来讲 如果史诺顿不重要 他带来东西不敏感的话 美国何必这样子花这么多的精力去追逐 去对其他国家施压力 越这么做 而且你越台面上去描述的 好像是若无其次非常淡定 更恰巧证明了美国非常在意 斯诺顿手上的那些讯息 其实这种放话就是无一就是此地无音三百两 此地无音三百两 真是的 好 谢谢稍作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先交换到辅助的演播室 好 谢谢来自台北演播室的点评 接下来带大家进入民意奶粉下节提示 民进党今天举行第二场华山会议 讨论如何处理九二共识 特地邀请了前台安全会议秘书长苏启玉慧 如何来看待民进党的这一举动 外界分析会议为民共关系正常化铺路 那么实际的效果又如何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又平将会为您带来变加观察 好的 各位详细内容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一起来关注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来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民进党为扩大党内两岸议题 讨论而举办的第二场华山会议 与今天登场 主题定为如何处理九二共识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的这场会议还特别邀请了蓝营人士 前台安全会议秘书长苏启 堪称是万绿从中一点蓝 马上来进入新的台湾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在会前采访中 已经退党的前民进党籍民代沈富雄表示 与其讨论民进党如何处理九二共识 不如讨论如何看待九二共识 因为这不只是民进党单独的问题 国民党怎么做也会影响民进党怎么做 而这两个党都有改进空间 沈富雄也建议民进党 如果认为对台湾有利 就接受九二共识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朝野要就所谓九二共识 取得共识 然后让老百姓晓得这个共识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我觉得这个当前是最欠缺的一点 今天下午的会议是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这场会议是全城的闭门会议 并没有向外界公开 经过下午的会议 民进党方面表示 他们并没有与国民党方面对九二共识达成共识 本场会议的主持人邱毅仁则认为 如何寻找出一个九二共识的替代品 并且让台湾人民相信 民进党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是当务之急 而前台安全会议秘书长苏起 则在会后向记者表示 建议民进党全党要达成不独的共识 才可以有进步的空间 才有利于台湾的发展 民进党的平衡点 我觉得就是不独 我觉得这是我给民进党最后的一个综合性的建议 往不独的方向走 对民进党也好 对台湾也好 我认为是政治托华经济 政治不好的话 经济不可能好 最了解民进党所谓中国事务委员会 已经举行了两次的华山会议 第三次的华山会议会将在八月份分享 我是陈彦涵 谢谢台湾 好 针对以上的话题 我们要再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欣灵时间再次交给你 好的 韩子 我们继续请教综艺语 我们先来解读民进党今天登场的第二场的华山会议 我们看到今天是万绿丛中一点蓝 国民党的前安全的秘书长苏喜 是去跟绿营的索引来对谈 但是相较于万绿丛中一点蓝 这次会议像苏贞昌 谢长廷 蔡英文 通通都缺席 你怎么看待这些绿营的大佬们对华山会议的态度 其实绿营大佬对于华山会议的态度 本来就是磨灵两可 那么为什么磨灵两可呢 第一个 党主席的选举还没有到零 第二个 2014的选举还没有完成 第三个 2016的大卫究竟花落谁家还不清楚 所以在这几重的考量之下呢 每一个人的盘算都是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 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选票来源 他不愿意去得罪任何深绿的也好 或者是开明派也好 所以他在于这个华山会议上 如果他自己亲自出席 他就面对一个必须要给个说法 他必须要明白表态 那与其那样子不如保持一个模糊的状态 在华山会议结束之后呢 再说一些不痛不痒的 这种打高空的不着边际的话 对他们自己来讲 那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种作为 所以在华山会议的这一个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不要既望太高 民进党现在他的两岸政策 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要调整的这个阶段 但是呢还没有定论出来 另外今天这个华山会议上的跟别人预想的 有可能说对着苏西会是炮声隆隆 可是整个还是比较平和的一个态度 另外苏西今天也提出来说 这个其实现在台湾岛内是政治拖垮经济 民进党现在最重要的并不是说 在九二公司的认识是要赶紧放弃毒 这样才能建立跟共产党跟国民党之间的联系 你怎么看 我觉得苏西这个说法 其实反映了台湾很多人的这个看法 台湾现在所需要的是内部要有足够的共识 要有足够的和谐 但是民进党呢 他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氛围 是对立的 是斗争的 是不合作的 台湾要掌握的是未来的大方向 未来的潮流 而这个潮流呢 是必须要跟两岸之间和平发展 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民进党现在呢 他的这个脚步 跟他的脑袋瓜不能够配合 他的这个脑袋瓜知道说 两岸必须要和平发展 否则台湾是死路一条 可是他的这个脚步始终在原地踏步 就是迈不出步伐来 这次民进党现在面临到了一个困境 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呢 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 最起码还算是一片和这个和气的话呢 是因为这些民进党政治人物知道说 激情的表演没有意义了 在这个时刻 因为台湾的经济这么闷 台湾如果说不能够赶快 在两岸关系上站稳脚跟 再继续的往前发展的话呢 恐怕这个闷的经济呢 这个局格局是打不开的 如果在一个中国的这个问题上 他们不能够正面的对待 而且不能够积极的处理的话呢 2016基本上对民进党来讲 仍然是不可跨越的鸿沟 所以说今天参加这个第二场华山会议的 之前的这个民进党 其实民进代表现在大军 退出民进党的这个沈富雄 他说民进党应该是讨论如何看待九二共识 那今天这个华山会议的主题是 如何处理九二共识 一个处理 一个看待 这两个是有什么不同的含义 看待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接受它 那好 那你对了民进党自己要想清楚说 你怎么样给自己一个说法 你自己怎么样自圆其说 而不是说处理 处理的意思是说 你还有可能把它废掉 你还有可能去否认它吗 已经存在这么多 你还去讨论存不存在的问题 沈富雄现在就是告诉民进党说 没得谈了 你要去否定或者去再去做别的处理 是没戏的 你现在只能够接受它 而且你要说服自己说如何去面对它 是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民进党 前大陆事务部门的这个副主任张柏达 指说民进党是想借着讨论九二共识 寻找一条民进党和共产党之间 可以正常对话的一条道路 因此民党内部许多人是就认为说 本次会议的意就在于 为民共关系正常化来提前铺路 你怎么看 对苏贞昌来讲 苏贞昌其实呢 他也是一个很务实的 或者说我们讲的稍微负面一点 比较老奸俱华的一个机会主义者 苏贞昌的盘算是说 我摆一个华山会议在这 意思是告诉所有人 我苏贞昌作为党主席 其实我也不是毫无弹性可言的 我也是容许各种不同的声音 甚至于包含对中国大陆 对两岸关系持积极友善态度的人 也可以来发言 那么苏贞昌在这个地方是留下了伏笔 因为终究他现在盘算的是 先过党主席这一关 然后正2016大选的提名 他如果知道说两岸关系的发展 终究要承认一个中国这个原则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下台阶 而这个下台阶 恰好在华山会议里面 多少已经做了一个积淀的工作 好 谢谢教授的分析 我们本时间交换到 副作人员博士 韩哲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士 带来的观察和点评 好的 各位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进入 民营奶粉下节提示 涉嫌收贵百万新台币 马英九爱将台北市议员赖宿儒 所涉泰籍双薪案 争结起诉 遭台检方求主重刑 想新的人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带您一起来关注 好的 各位 欢迎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来关注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马英九爱将台北市议员赖宿儒 因涉入太极双薪案 遭收押至今 台北地检署今天将赖宿儒 及涉案业者共四人提起的公诉 检方指出赖宿儒 利用市议员的身份 向台北市捷运局施压 帮业者排除其他厂商竞争 涉嫌收费一百万新台币 而且饭后态度不好 请求法院从众量刑 开始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了 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 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东南卫视 所有的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韩哲 明天晚间再会 本来 maintenant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